媽你敢吃兔兔不? 兔子還不敢吃啊那麼好的飲食? 我給你整個兔兒火鍋在啊想吃不? 你別問我我拿我自己倆倒閉了 今天我準備弄個大菜火鍋兔 可能有些朋友又接受不了兔兔那麼可愛 為啥只買一隻呢對嗎? 就是在我九歲四歲的時候我就能自己處理兔兔 就是一隻兔兔我就能自己把它處理成這樣 在我們四川那邊其實吃兔肉 一定有很多年很多年的歷史 因為它確實好吃 其實我們家丈母娘最喜歡吃兔子了 這是羊腸花我說的 就羊肉不喜歡吃肥肉不太喜歡吃 就喜歡吃兔肉了幾乎 我估計有好多朋友都吃不來兔肉 你說實話不是丈母娘最慘的話我也吃不來 把它砍成那種小塊 這個哪邊吃? 未必哪邊吃啊這也不辣的 要的就打 要的打一打一打喲 好 你平時問咱們倆吃什麼呀 哎呀啥子都可以是不? 今天就說我燒了肚子 要炸一下不炸不要吃 姜蔥 來點胡椒粉 來兔兔鹽 這個是不放料酒哈 就像這樣給它醃製一下 為你我用了半年的秩訊 要養個海的來看你 你卻不見風情 對我愛你不利 我煩死你 你還把配菜搞出來的 你兒子真的拿不少吃奶 又嫌奶了嘛你 哎呀你也去幫忙嘛 你去幫倒嘛是不是? 你還嫌奶啊? 爸爸都不想放你嫌奶 你還要你輸了一點嘛 味道好得很 兒兒 來點兒生粉 朋友們你們家的寶寶在八九歲的時候 厭不厭奶 對我來說就沒這個什麼厭來氣是嗎? 在團仔子兒他懂不懂你這個厭來氣 幾個月啊? 兩三個月的時候有一回是吧? 八九個月他又來一回 煮點磁八海椒兩種 切點藕切點窩 我們墊底當配菜 磁八海椒給它沖一下放在裡面 哇太多了 再放兩顆薑水在裡面一起沖 就可以不多了 把它沖成磁八海椒就行了 差不多可以了 丈母娘說的要給兔兒劃個油去腥味 下鍋 拿油花到八層熟就可以了 就可以錯了 豆瓣 吃把海椒 薑蒜 吃把海椒稍微炒一會兒 來把花椒 加水 配菜倒進去 調點味 對 簡單的調味 我們就不准太辣 吐吐下鍋 哎呀 煮起來我們就可以開飯了 淋點香油就出鍋了 我們也不炸油也不爆油了 因為不能吃太辣 火鍋吐 哇 撒上蔥花 可以開飯了 雅兒 爸爸要吃飯了把你裝個車行不? 行呀 裝車 暖看清吧 好暖看清 好暖看清 媽媽 沒得飯了 有啊 你咬這幾天做的 因為我咬那麼多 師傅咬咬咬 這就是我們丈母一樣美的禮詩 的 照他的背給大家一小飯 對我說可可嫩 我咬一口 你可以吃這碗多吃菜 多吃個菜 好好聽聽啊你看的 就是兔兒啊 肉碎多的 吃菜 油不肥不辣吧 不辣吧 吃吧 是 可能是那幾年兔兒吃多了 這幾年看到兔兒沒胃口了 走啊 沒有人啊 你吃啊 一會兒光了 真的光了 蛋白子糕 豬兒 不光了不是 我肯定是要吃的 這次媽總辦百分之二 你吃了 臥審 這好吃啊 老闆吃飯吧 還不好吃 哈哈哈哈 說實話 在我們四川吃兔兒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對吧 有特別的這種火鍋味 下次再給你炸雞吃 不得 兔兒這比雞子還好吃嘛 雞肉骨頭多哈 嗯 火鍋還沒肉 沒得骨頭 我們吃飯盤拿著就吃手 哎喲今天好嚇骨 吃手吃啊 像鮮哈 是呀 還要給你吃哈 還要給你吃奶的哈 我不曉得 我原來七八歲的時候八九歲的時候哈 一隻兔兒拿回來 鍋子幾分鐘就把它打得乾乾淨 牛 那就是你曉得的時候肯定吃多大吃三個了 我現在不那麼對兔兒不那麼感興趣了呢 但是我們以前小時候還要吃這個兔兒 是炒泡椒的呀酸辣的呀 麻煩 嗯 雞腿肉很嫩 好吃 嗯 哦 不燙了 趕快慢 你拿個丸子來哈 好不好趕快慢 你也想吃肚肚啊 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 趕快拿著哈 這邊還有這個狗啊 都有多好吃 專門買的狗給你一個鵝伸 配菜也好吃 嗯 今天買的脆鵝 就是平時在做這些菜的時候 裡面稍微加點配菜 加點豆皮哈 他們說我的一隻兔子能活著走出川鵝 我覺得是真的哈 這邊大館子小館子裡面都有這道菜 像我們今天這種做法其實是最艱難的 但是味道也還是比較好吃呀 如果大家平時知道味道嫌麻煩的話 可以直接用火鍋的料 只要那樣會辣一些哈 讓它更香 我感覺到評論區至少有伴的朋友 沒吃過兔兔的朋友 我不行 吃過兔兔的朋友 舉手 看我